下面呢我们就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对我们整个收入分配的优化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大家知道 我们国家的这个收入分配差距是非常大的 具体体现在就是我们的经济系数 一直处在比较高的位置 这里面呢 当然各个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 对我们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 对吧 做了探讨 这里面呢 我想结合我们传统金融体系的特征 来讨论一下 我们在利率管制下的传统金融体系下 它究竟对我们的收入分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这里面呢 实际上来讲 我们传统的金融体系下 它实际上来讲是一个市场分割 和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的 大家知道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我们的银行业在利率管制下 我们可以通过管制的低利率吸收居民的储蓄存款 在通胀率比较高的情况下 甚至居民的实际存款利率是负利率 对吧 由于我们吸收存款的这个成本比较低 我们可以以低利率的方式把它带放给我们需要支持的企业 当然这类支持的企业通常是具有资本密集特征的一些国有企业 包括一些大型的民营企业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来讲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说 实际上来讲是不利于存款人 而有利于企业以低成本融资的 当然这种方式呢 有利于经济的快速的增长 但是呢 对居民通过存款来获得财富的增长来讲 或者收入的增长来讲 是非常不利的 当然另外一个非常方便 就是我们的证券业 大家知道 我们证券市场本身应该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市场 但实际上来讲 我们的证券业的发展的过程中呢 它在资金融通方面 其实和我们传统的银行业 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 我们证券业的发展 本身最早是为国企输协解困服务的 更加注重市场的融资功能 所以我们当时通过 控制股票发行的数量的方式 对吧 因为我们讲的一个垄断的供给 很容易导致一个高的价格 来保持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发行的价格 由于控制股票的数量 包括最早的还不是全部可流通 对吧 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我流通就可以保持一个高的估值 那么大家知道 高价发行对于那些融资的企业来讲 就意味着低成本甚至无成本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企业到股票市场 去发行股票融资 说我到股票市场穿点钱 对吧 经常有这种说法 那么对于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来讲 大家知道你高价买股票 那就意味着低收益 甚至是负收益 大家想一想 我们中石油上市的时候 如果说你在二级市场上 以48块多去买中石油的股票 那你想想你未来的收益 将会是怎样的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这两个体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作为银行业来讲 是压低存款的收益 为企业提供廉价的低成本的资金支持 在股票市场上 也是通过高价的发行 使得投资者 对吧 高价买股票 实际上整体是低收益 甚至是负收益 大家也知道 我们一般把股票市场看成是 经济增长的晴予表 大家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好的 我们经济快速增长了这么多年 股票市场发展了这么多年 但是二级市场上的流通股的股东 整体上是没有挣钱的 甚至整体上是亏钱的 这也和我们整个股票发行的机制 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实际上它就形成了一个 我们存款人和股票市场 二级市场的投资者 向那些融资的企业 尤其是资本密集型的企业 对吧 尤其是包括国企 包括一些大型的这些企业 进行输送的这么一个机制 所以我们这个传统的金融体系 就具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 它实际上来讲是一个分割的体系 一方面是以极低的成本 主要服务于资本密集特征的 这些国企和大型民营企业的 正规金融体系 比如说我们一些国企 和我们一些大型的民营企业 对吧 那么我很容易从银行 获得低成本的信贷资金 那么我也可以在资本市场上 高价发行股票来低成本的融资 那么当然在这个市场上 正规金融体系里面 实际上来讲的话 我们一般的存款人 和我们二级市场的投资者 整体的回报率是比较低的 甚至是一个负的回报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还有一个市场 那么我们大量的小微企业 甚至需要资金的这些个人 他们很难从正规金融体系里 获得相应的资金的支持 他们必须求助于什么 一些民间借贷市场 而这个市场上 实际上来讲 它的融资成本是很高的 在有些时候 甚至具有典型的高利贷的特征 那就说我们传统的金融体系 实际上是具有了典型的 二元结构特征 就一方面是 以极低的成本主要 服务于大型企业的正规金融体系 另外一个方面 是以极高的成本 主要服务于小微企业 和个人的民间借贷市场 或者非正规的金融体系 那么它形成了 传统的金融体系的 一个二元结构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在这种传统的金融体系 二元结构特征的背景下 到底会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 就业和收入分配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大家知道 我们传统的这种支持模式 是一个有利于 具有资本密集特征的大型企业 尤其是国企和民企 一些大型民企融资的一种模式 而对小微企业 这种支持相对是不足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会有利于大型企业的发展 而不利于小微企业的发展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 作为企业来讲 尤其是配置资源的企业家 它面临着两种资源的比较 比如说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 一般要考虑资金的成本 还要考虑劳动力的成本 那么我这个企业 我到底是更多的用资金 增加自动化的程度 减少劳动力的使用 还是我们去增加劳动力 减少自动化的程度 少用资金多用劳动 那么取决于我们 在两种要素之间进行全款 如果说我们面临的 这个资金成本特别低 而劳动力成本比较贵 那么我就会选择 多用资本 用机器替代劳动 反过来讲的话 那么我可能更加会选择 多用劳动力 而不是说是多用机器 那么对两种不同企业来讲 大家知道 那些大型的企业 尤其是具有资本密集特征的国企 包括大型的民营企业 他们一般来讲 面临着相对比较低的融资成本 对于这些大型企业来讲 它一方面来讲 银行能够以比较低的利率来融入资金 同时能够在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 比较低的成本来进行融资 但是他们的劳动力 由于福利 由于相应的一些保障的措施 福利水平比较高 那么实际上来讲 它的劳动力成本 确实比较高的 那么这类企业就有一个 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 它实际上就有一种冲动 他们倾向于去用更多的资金 去替代劳动 比如说我增加自动化 增加生产线 去用什么机器来替代劳动 那么当然这种过程中 就会导致大量的资金的需求 同时也有利于经济增长 但是它是不带来就业效应的 甚至对就业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而大量的能够带来就业的 比如说我们的小微企业 尤其是以一些劳动密集特征为主的 这种小微企业 他们却很难从银行 从资本市场获得相应的这种支持 那么就会导致他们发展不足 所以在我们国家有一个重要的特征 一方面来讲 我们的经济增长率非常高 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比较高的事业水平 这和我们整个资金的支持模式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大量的廉价的资金 去支持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的发展 他们有很高的经济增长 但是带来的就业效应有限 甚至是通过机器替代劳动是减原增效的 但是大量的能够带来就业 能够有利于收入分配结构优化的 小微企业的发展是严重不足的 资金支持力度是严重不足的 所以就导致了我们有快速的经济增长 但是同时高事业并成的这个局面 当然这个现象和我们传统经济学理论 实际上它的分析是有出入的 当然这些年大家看 随着我们这个普惠金融体系的推进 大家也知道 我们增加了加大了对小微企业支持的力度 加大了转型的力度 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 我们经济增长率在下降 但是失业率也在下降 那就说我们的更多的资金 去用于支持第三产业 去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 这些企业 这个第三产业小微企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比较弱 但是对就业的贡献 对于收入分配优化的贡献 却是相对比较强的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 在传统的金融支持模式下 这个收入分配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三个部门 居民部门 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 这三个部门来考察的话 大家知道 在传统的金融支持模式下 它实际上来讲 我们居民部门 我们在银行存款 是低利率 高通胀的时候 甚至是实际的负利率 会导致我们购买力的损失 我们在二级市场 进行股票的投资 实际上意味着 整体的是低收益 甚至是负收益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对整个居民部门的收入 和财富的增长来讲 是非常的不利的 另外一个方面 对于企业 尤其是那些具有资本 密集特征的国有企业 和大型的民营企业而言 他们一方面能够从银行 低成本的贷款 一方面可以在资本市场上 以高价发行 其实是低成本的融资 甚至圈钱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的融资成本是比较低的 那么这就会导致 他们的利润 各方面来讲 相对比较高 在收入分配的结构中 是一个有利于企业部门 尤其是有利于资本密集特征的 国企和大型民营企业的 这么一个分配的结构 当然了 企业部门有了利润以后 对吧 它有税收 那么当然对于国企来讲 还可以通过利润的方式 对吧 对政府部门提供相应的支持 所以在这个整个的金融分配的模式下 实际上来讲是一个有利于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收入分配的模式 但是是不利于居民分配的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讲的 在传统这种支持模式下 实际上来讲是不利于拉动就业的 因为我们讲 就业是导致居民部门收入增长 收入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那么如果说这种金融的支持模式是不利于就业 是有利于增长的 是有利于用极其替代劳动 是有利于减人增效的 那么实际上来讲 整个失业率相对比较高 那么居民部门整体 对吧 通过工资收入来获得回报的可能性 其实是在下降 那么就会导致居民部门也处在一个相对不利的结构 当然了 我们讲到的这个房地产的这种发展模式 对吧 是一个有利于房地产企业 有利于对吧 政府部门的一个收入分配的这种模式 但是是不利于我们居民部门的这个结构 所以我们讲在传统的金融支持模式下 实际上来讲 是一个不利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 却有利于企业部门 尤其是大型企业和政府的一个分配的结构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想讨论一个问题 在传统的利于管制的背景下 到底是会对我们的银行 对吧 因为我们是一个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对传统的银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为什么说 我们说利于市场化推进以后 对银行的行为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大家知道在传统的利率管制背景下 我们银行一方面在利率管制下低利率吸收居民的储蓄存款 同时以较低的利率把它贷放给大型的企业 那么即便是这样 我们银行低利率吸收存款 然后低利率把它贷放给大企业的这个利差 一般也能保持在三个百分点 就三百个BP左右 而对于小微企业来讲 那么这些大型企业在贷款的过程中 由于它有健全的财务报表 有相对公开的信息 它的信用等级也是比较高 风险相对比较低 那么它审核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而对于小微企业来讲 一方面来讲 信息相对来讲不充分 另外它的风险相对比较高 在传统体制下 我对小微企业的这种贷款 实际上来讲的话 我的成本 单位资金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我打个简单的比方 你有十个亿的资金 你集中贷放给一个大的企业 这个大企业有健全的财务报表 有充分的信息披露 信用等级就比较高 那么你对它用一个团队 代钱代中代后的审查 就OK了 那么如果说你把这十个亿的资金 你分散贷放给一百家小企业 比如说每家小企业一千万 那么这些小企业 它的财务报表可能是不健全的 对吧 它的信息相对来讲也是不充分的 那么那就意味着 你要有一百个团队 对这些企业 对吧 来进行调查 按照传统的方法 那么实际上来讲 你单位信贷资金的成本 对吧 决策 对吧 监控 对吧 贷款这种决策的成本 是相对是比较高的 而由于在传统模式下 即便我贷款给大型的企业 也能保持三百个BP 那就意味着 银行赚钱特别容易 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 我银行只要做好给大型企业的贷款 就OK了 又有足够多的利润 所以那个时候 你看我们很多的银行 是重公司业务 轻个人业务 重批发业务 轻零售业务 我们以前经常说 我们很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它的银行本身 对吧 中间业务 对整个利润的贡献比较高 而我们中间业务 对整个利润的贡献比例 是比较低的 为什么说 我们中间业务 大家不愿意发展 大家想一想 我银行本身来讲 我只要把对大型企业的 贷款业务做好了 我就能够轻松的躺着去赚钱 我干嘛 去发展中间业务呢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就会导致 我重视大型企业的贷款 重视靠大型企业贷款的利润 那么我不会去 积极的去发展中间业务 但是呢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这种推进 尤其是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导致利率市场化的快速的推进 大家会发现 这个已经对银行的行为 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大家知道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发展 包括我们像类似余额宝 这类机构 对吧 的发展 导致银行吸收存款的成本 在快速的走高 它原来有稳定的 低成本的 这个存款的资金来源 现在来讲的话呢 实际上来讲的话 导致整个吸收存款 面临着这些互联网金融机构 对吧 这种竞争 导致吸收存款的成本在走高 那么另外一个呢 这些大型企业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金融市场的发展 它的融资渠道很多 它可以发行股票 发行债券 可以通过信托融资 而且这些大型企业呢 它的信用等级比较高 它呢 融资成本比较低 那么它在向银行贷款的时候呢 它要求可能是 在基础利率的基础上 可能要求下伏 一方面这个时候 大家知道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一方面银行吸收存款的成本上升了 另外一个方面 银行对大型企业贷款的这种呢 利率也下降了 就导致利差在快速的收窄 其实呢 对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考察 大家就会发现了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实际上很多银行 对大型企业贷款的这个利率 和它吸收存款的成本相比 一般来讲 保持在50个BP的利差 也就是0.5个百分点 当然这个在我们国家 已经出现这种状况 比如说两年前 我们当时讨论 是我们的交通银行 对吧 它这个对大型企业的 存款的成本和贷款的 这个利率之间的利差 已经下降到60多个BP 那么这个时候你想 原来是300个BP 现在降到了50个BP 60个BP 那么就说你贷款给大型企业的 这个时候利用空间已经大幅度的收窄 甚至已经无利可图 那么这个时候 在利差收窄的情况下 你怎么办 那你说我不给大型企业贷款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那么你大型企业贷款呢 你还要和他保持一定的这种什么 有关系 但是只不过呢 我贷款的时候 我通过利差很难赚钱 那这个时候我就去开发各种啊 中间业务 给大型企业 对吧 提供更好的这种什么 贴心的各种服务 也就是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通过像这些大型企业啊 我通过中间业务的收费 来提高我的这个利润 当然另外一个问题 就实际上来讲 我们讲在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 我们知道银行 吸收存款和贷放给大企业 这个利差收窄了 但是呢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我们利率可以根据风险 我来进行浮动 我对大型企业贷款 他可能要求利率下浮 但是如果我对个人 我对一些小微企业来贷款 实际上反而可以 上浮利率 对吧 上浮利率 那这个时候呢 我如果贷款给大企业 通过利差已经是无利可图 如果我增大 对小微企业和个人贷款的比重 也就是我大力的 去发展这些零售业务 我反而可以在利差收窄的情况下 我适当的去扩大 吸差的收入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些年对吧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很多银行都关注一个 非常重要的个题 比如说 银行面向零售业务的转型的问题 其实早在2007年的时候 当时前招行的行长马月华 对吧 就在招行内部的一个会议上讲到 我们现在银行不发展公司业务 现在会没饭吃 但是如果我们不发展零售业务 我们将来会没饭吃 0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毫无疑问 对吧 公司业务 批发业务 在银行的利润中 因为利差非常高 对吧 而且呢 这个单位资金审贷的成本 又是比较低的 所以它的利润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不做好公司业务 你肯定会没饭吃 但是它也预期到了未来 中国金融体系变革 尤其是利率市场化 对整个银行体系 所产生的影响 它说啊 我们未来如果不发展零售业务 我们将来会没饭吃 实际上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银行实际上来讲 一方面减少了对大型企业信贷的这种什么 这个比重 增加了对小微企业和个人信贷的比重 也就是银行在面向零售业务的转型 在利差收窄的情况下 我通过增大零售业务 增加对小微企业和个人信贷的业务 我在利差收窄整体收窄的情况下 我可以扩大这种细差 另外一个方面 也倒逼银行更加关注中间业务 对吧 我给大型企业的服务 当然还在服务 但实际上我已经不再靠利差的收入 更多的靠为这些大型企业提供 对吧 贴心的量身定制的服务 来收取相关的这种费用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金融体系 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 这两年也是我们讲的 这个金融科技快速发展 尤其是大数据的应用 我们讲在传统的银行体系下 实际上来讲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对 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信贷的支持 或者说这个动力是不足的 因为对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信贷支持 一个我单位资金审贷决策的成本 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吧 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按照传统的 我贷钱贷中贷后 我叫每个小组来进行审核的话 那么实际上人工的成本 各方面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现在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 尤其是大数据的应用 我们基于大数据的决策 对吧 信贷决策和风险控制技术 我们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零售业务 尤其是针对小微企业和个人信贷决策的成本 所以这个时候使得银行面上零售业务转型 增加对小微企业和个人信贷支持力度成为可行 而且可以在低成本的前提下得到实现 大家知道哈 比如说传统这种个人贷款 你以前到银行去贷款 对吧 要做抵押 要做什么东西 对吧 你个人要花费大量的精力 银行也要发挥大量的精力来审核 而每笔贷款的资金总量却是非常低的 那你现在你想一想 如果你信用等级比较好的话 你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对吧 完全是自动在手机上做一些操作 马上资金就可以倒到你的账户里去 比如我们讲的一般互联网金融机构 像微中银行新银的 讲的微利贷 对吧 那么实际上你贷款的过程中 它只要确认是你自己操作的 对吧 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资金马上可以倒到 不光是一些新型的金融机构 对吧 包括我们讲的传统的大型银行 比如像我们的工商银行 有什么 荣义界 像我们的建行 有快贷 你在这个信用额度范围之内 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就说你 立即申请 立即可以倒到 当然了 你需要这样做 是不是坏账率很高 那你想一想 如果你是一个信用卡的客户 对吧 它在你信用卡 额度的范围内 给你提供信用的贷款 完全是自动化的 你以前一直保持非常好的记录 你现在来心情借贷 没有任何抵押 难道这个坏账率就会上升很多吗 对吧 它其实是根据你过往的信用记录 来简化了信贷 这个审批的流程 当然也大大的降低了金融机构 对吧 信贷的风险 大大的降低了金融机构 信贷决策的成本 当然 风险也是可控的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 银行才有可能 面向零售业务转型 对吧 那就意味着 它通过这个金融产品的创新 通过了这个什么 制度的创新 甚至 我们的信贷决策技术的一些创新 来支持 面向零售业务转型的发展 那么这里面呢 实际上来讲的话 我们刚才和大家讨论了 传统的这个利率管制的背景下的银行行为 以及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到底对银行体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实际上另外一个呢 我们下面还要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结合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为什么我们经常讲 把互联网金融发展和 土费金融发展 甚至结合起来 认为互联网金融具有 非常重要的普贵金融的属性 当然这个呢 也和我们传统的金融体系下 对吧 它的特征有关系 比如我们传统金融服务 具有一种典型的高端化和 这个精英化的形象 从投资单 从融资单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比如说我们作为投资单 你同样是投资者 大额投资者和小额投资者 实际上面临的待遇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个投资市场是分割的 比如打个比方 我们做很多私募 对吧 包括阳光的私募证券 包括私募股权的投资 这个起点 对吧 要么是100万 300万 对吧 我们阳光私募一般是100万的起点 我们私募股权的投资 300万的起点 你包括你信托存款 协议存款 这个门槛一般是3000万 对吧 当然它可以获得相应的风险的控制 获得相应比较好的回报 那么而一些小额的普通的民众 对吧 却被排除在这些相对来讲 高附加值的这个服务之外 对吧 财产收入提升 那么受到了限制 另外从融资的 我们讲 传统金融体系 闲贫爱护 大型企业 更容易得到优质的服务 能够以低成本的获得资金的这种支持 而小微企业和个人 全面临着这个融资难的问题 那么这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前面其实已经讲到了 说白了 在原来利率管制的背景下 我即使服务 这些传统的高端业务 我就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 对吧 丰厚的利润 我说白了 我躺着就可以很挣钱了 我干嘛要坐着挣钱 我干嘛要跪着挣钱了 对吧 而且在传统的这个模式下 如果说我们的信贷的决策技术 不做创新 我对传统的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信贷服务的单位资金成本又是非常高的 对吧 我甚至又不容许我利率浮动来cover掉 对吧 覆盖掉这个小微企业和个人信贷的风险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没有这个动力给小微企业提供服务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说 针对大型企业的这种服务已经具有丰厚的利润 同时对小微企业和个人贷款单位资金的决策成本是非常高的 这就导致了在传统金融体系下就具有这种高端化 金融化的形象 他不愿意针对小微企业和个人进行贷款 当然这个互联网金融呢 这里面来讲的话 为什么他的发展呢 在促进金融公平 促进金融体系的普惠化方面 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大家知道 我们这新型金融机构 原来说白了 你之所以能够介入到整个金融体系服务当中 你本身就是一些新型的 对吧 利用大数据的技术 利用金融科技的技术 对吧 服务对象 说白了就是以前被银行所忽视 银行所不愿服务的一些 这个什么低附加值的常委的客户 每个可能附加值都不高 但是呢 数量非常庞大 数量非常庞大 而我们利用大数据技术 恰恰能够给他提供相关的比较好的服务 那么实际上来讲 也就是说呢 这些新型的 对吧 利用大数据的服务的 这些新型的金融机构 它其实是大大的拓展了 整个金融体系服务的范围 使得原来不被纳入金融服务的人群 也进入到这个金融服务的领域 并不断的培育 当然了 这个培育的过程中 也使得他们具有了相应的这种信用记录 甚至连续的信用记录 为未来获得更好的服务 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和基础 那么另外一个 刚才我们讲的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对吧 实际上来讲的话 对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加速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大家知道 我们的利率市场化最早提出来 应该是95年 当时呢 是人民银行和MF 一个关于这个利率市场化推进的 一个这个研讨会上提出来的 后面呢 说我们要推进利率市场化 但实际上来讲进展 相对来讲并不快 而在2013年之后 实际上我们的利率市场化 加速推进了 尤其是余额宝的这种推出 对吧 所以我们2013年被称之为 互联网金融的元年 而恰恰从这一年开始 我们的利率市场化加速了 那么实际上来讲 到了2015年的时候 我们10月份的时候 对吧 随着这个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 就意味着我们的原来的 这个存贷款的利率 管制彻底被打破了 那么这个利率市场化推进 实际上我前面讲的了 倒逼银行去调整信贷结构 它要降低大型企业信贷的占比 增加小微企业和个人的占比 它才能在利差收窄的情况下 通过利率的风险定价 来获得更高的稀查收入 当然了它增大了对小微企业和个人 信贷的比重 一个方面来讲 它降低单位资金决策的成本 另外一个它要控制住风险 而大数据技术 恰恰在这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大家知道 如果金融体系本身 传统的金融机构 我还不说我们一些 这个什么新型的金融机构 当然它本身就是普惠性的 而大型的这种金融机构 在这种利率市场化倒逼之下 它也增大了对传统小微企业 个人信贷和金融服务的 这个积极性 提高了这个服务的这个比重 那么实际上来讲 整个金融体系的普惠性 是明显的增强了的 对吧 明显增强了 而这个普惠性的增强 对吧 实际上来讲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推动利率市场化 有着非常明显的联系 那么这里面呢 实际上来讲 我们讲到了 新型的这个科技型的企业 对吧 甚至原来是非金融机构 利用这个金融科技和大数据技术 来提供服务 那么在倒逼冲击 传统的金融机构 尤其是加速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当然了 那么传统金融机构 按照原来传统的金融服务模式下 实际上它的利差被大幅度的收窄 它必须也去寻求创新 它也必须去增大对小企业 和个人金融服务的比重 当然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来讲 它也在利用这些金融科技 和大数据的成果 来改造传统金融机构 使它能够应对更多的服务 小企业和个人的需要 那就意味着 传统的金融机构 也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倒逼下 变得更加具有普惠性 对吧 变得更加具有普惠性 所以我们说 就在这个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确实是大大加速了 普惠金融体系推进的力度 当然了 这个金融体系也变得更加公平 变得更加公平 那么下面呢 其实呢 在讲到这个以后呢 我们知道这个互联网金融 它具有典型的普惠金融的属性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互联网金融 在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方面 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里面呢 我想从资金的供给侧和资金的需求侧两个方面来进行考量 大家知道哈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尤其是第三方支付的发展 我们小额的资金 也可以高效低成本的聚集成大额的资金 来享受大额资金的这种什么收益率 那么这里面 尤其是类似余额宝 对吧 尤其是在支付宝的支持下 结合天空基金的这个货币基金 对吧 我一方面每个人动了手指头 点一点 每个人钱不多 但是每个人都是用户 那么可以很快的低成本的高效的聚集大额的资金 那么大额的资金 我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上 实际上享受一个大额投资的一种回报 那么同时呢 这个回报怎么去返还给 每一个贡献资金的小额的投资者 那么实际上我再点一点 对吧 我就可以 对吧 回来 回到我的账户 所以我们讲的 随着这个什么互联网的发展 尤其是这个我们中国智能手机的普及 包括我们这个什么 无限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 对吧 使得我们可以 以非常低成本的高效的来汇集资金 然后 形成大额的资金 享受大额资金的回报 同时呢 我们能够 使得产生的收益 以非常高效便捷的方式 来回馈给投资者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原来我们讲大额投资者 小额投资者的壁垒 就通过这种方式被打破了 每个小额的投资者 也能够通过这种技术创新 对吧 享受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红利 能够对吧 享有平衡的投资权 那么从资金需求方面 大家知道 传统的那种模式下 对吧 大型的企业 才能获得相应的 比较低的融资的成本 而且小微的企业 实际上是融资难 融资贵 对吧 那么现在这些年 这个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金融科技的发展 相关技术的扩散 尤其是大数据支持下的 信贷决策和风险控制技术 使得这些金融机构 不光是传统的金融机构 一些新型的金融机构 都可以在风险得到 以后控制的前提下 能够满足小微企业 和个人的这种资金的需要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小微企业融资的渠道 就更多了 他们融资的成本 相对来讲更低了 使得他们也能够 去公平的参与经济发展 所带来的好处 并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 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 我们这个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并不是我们原来 这个简单的想的 我就是把一些金融服务和产品 我搬到互联网了 叫互联网金融 不是这样的 更重要的是 它是利用我们讲的 大数据分析技术 和低成本的网络手段 来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 并提升整个金融服务的效率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增大了 整个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把原来不被纳入 金融服务的那些人群 也把它纳入到金融服务的范围 而且使他们能够具有 连续的这种信用记录 那么增加它未来 或者当前和未来 资金的可得性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 在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呢 我们随着这个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这个金融体系覆盖面的扩张 实际上来讲 大量的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 甚至是一些贫困地区的 对吧 这些人群也能够 以合理的价格 获得相关的金融服务 就是说 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投资的权利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大家想一想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你原来传统金融体系下 是一个典型的 有弱势群体 包括我们讲的小额的存款人 和我们小额的投资者 向强势的大型企业 进行利益输送和转移的机制 实际上就被打破了 对吧 人人都享有 对吧 投资并获得相对合理收益的权利 人人都享有 对吧 以相对较低的合理的成本 融资的权利 那么实际上来讲 就打破了原来 从弱势群体 向强势群体的利益输送 大家知道 在传统这种体系下 如果说你本身 存在着一个制度性的 有弱势群体 向强势群体 进行利益转移和输送的 这种机制 那你的收入分配 一定是不合理的 对吧 你的收入 这个差距一定是 比较大的 你的财富的包有差距 也是比较大的 起现在我们讲的 这个基地系数是高企 对吧 当然了 随着这个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打破了我们传统的 有弱势群体 向着强势大中型企业的 利益输送和转移的机制 被打破以后 那么实际上 有利于我们的贫困减缓 也有利于我们收入分配 结构的优化 也有利于我们讲的 这个推进的 这个和谐社会的建设 同学们 第一节呢 我们对互联网金融发展 和普惠金融体系 建设之间关系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我们首先介绍了 普惠金融体系的内涵 以及它的特征 然后对我国 传统金融体系下 尤其是在利率管制背景下 金融机构的行为特征 进行了分析 普惠金融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 推动了整个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打破了原来的利率管制 实际上通过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改变了我们金融机构的行为特征 使得他们能够更多的意愿 去向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相关的金融服务 也加速了金融机构面向零售的转型 那么也就是说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推动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也加速了我国金融体系土灰化的进程 好 第一节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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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